哈囉 各位粉絲大家好 如果想要更了解我對大盤的看法 還有各股的選擇 非常歡迎各位鎖定我每個禮拜一到禮拜五 籌碼大師的時段 記得看節目的時候 按讚訂閱分享並開啟小鈴鐺 記得鎖定籌碼大師喔 選擇籌碼強勢股超盤手非你莫屬 大家好 我是籌碼大師李崇鑫 過了四天的連假 不過連假期間 國際股市多數都出現了拉回 美國股市除了上禮拜五拉回之外 其實就週限來看四大指數都回檔 納斯達克終結了連 八個禮拜上漲 S&P500也終結了連續五個禮拜上漲 老師這個盤怎麼看呢 其實在昨天晚上我的大事業話 就跟大家分享 就國際股市來看 指數要進入整理 怎麼樣進入整理整理該怎麼判斷 我待會跟各位說 所以連假期間股市多數拉回國際股市 那指數 將進入整理那今天指數 盤中最多還跌了191點將近200點 收盤跌幅收斂不過 有些漲多的股票回檔 老師那漲多股票回檔怎麼看呢 我待會要跟各位說 有些股票確實它轉弱了 我們系統出現平創性化 那有些股票呢在這波 大反彈大盤大漲的過程當中 其實很多股票是沒漲 我記得之前也跟各位提醒 所以 指數進入整理 當然還是以什麼 以各股表現為主 強勢股你要報勞 報到轉弱為止 我講過很多事 我們今天也有一些股票轉弱了 有股票轉弱 我必須在這個節目裡面提醒 所以 每次 其實我真的做很有道德 出現做多訊號跟各位提醒 在節目裡面直接公開 那我們出現平昌訊號 也提醒我會員都要抱怨 老師那我就看節目就好了 說實在的 這就是我希望能帶給各位的 就是你看我節目也能賺錢 只是很多股票 你可能中間早就跑掉 對不對 來看 其實在 廉價期間 這幾天 跌最深的是 廢成半導體 跌快4% 這三天 算起來 其他 德國法國都1.8%左右了 日經跌比較多 韓國也跌 但跌比較少 那其實今天日經 韓國還不錯 你看 美股上個禮拜五都跌啊 四大指數都一樣 都差不多 日經今天開地走到拉到盤上 韓國直接開地直接拉 衝上去 老實說台北股市怎麼拉不上去 因為 這幾天我們放下的時候他們在跌 那已經跌的差不多了 趁美股又跌了 今天可能 出現了觸底反彈 台北股市今天算是補跌啦 用多放了兩天假 懂了沒有 那其實這一波是從 5月15號開始 漲了一個多月 廢半 就從5月15號就從這一根開始 對不對 那台北股市呢是從 5月16號開始 那廢半 老實廢半變成這樣子 廢半其實 這個 月線破掉 對不對 好 那廢半 MACD其實 有沒有 變黑三天 有沒有 看到沒有 豬狀體翻覆了 所以反彈起來 這樣說吧 MACD轉成負向 即使不是空頭不是轉為空頭 它至少要進入整理 所以 你就指數來看 非半未來幾天談起來 就要減碼 既然這樣子的話 台北股市 各位大家看看就知道了 納斯達克也是從 5月15號開始 對不對 然後 納斯達克下來 納斯達克 第一天 MACD 第一天轉回 負向 從這一段是不是漲了一大段 從這裡開始 一段嘛 那轉負向之後呢 最 至少 它要進入整理 所以未來 指數如果談起來 即使 納斯達克創新高 他 KD指標 也會高檔倍率 那個時候反而會 會變成最好的賣點 會不會來 我不知道 但是來我一定會提醒大家 那S&P500呢 還沒轉負 KD 比較弱的是道琼 因為道琼KD值很低 道琼的柱狀體 也快要轉成負向了 道琼站上季線之後 這一次是回撤季線 這樣說吧 指數都要進入整理了 包括德國有沒有 MACD轉負向兩天了 法國 這個MACD 也不行了 等於說 法國這一波本來跟這裡 像複製貼上對不對 這裡沒衝上去 反而下來 所以法國 也是 目前來看是比較弱的地方 因為 它KD值只有33 台北股市KD值很高的 日經漲了一大段之後 終於這兩個月 兩個多月的MACD 終於 有沒有看到 柱狀體 轉弱兩天 日經 其實南韓已經轉弱好多天了 對不對 日經轉弱兩天了 所以日經也要整理了 對不對 比較令人擔心的應該是新台幣 新台幣竟然 今天最高扁到31.01 這是比較麻煩 因為MACD 柱狀體往上 往上是往上的趨勢 往上的趨勢 台幣是貶值 這是目前我看到 其實我在上禮拜就跟各位說 新台幣不要突破這裡 對不對 就破了 就突破了 上禮拜 上禮拜三放假那天 放假前一天 對不對 衝上去拉下來 看起來上一天應該不會過 今天就直接過 今天直接過 不是好事 所以這個是 我比較擔心的 這一點 因為新台幣往上 是貶值 他可能資金 就不太容易留在台灣 這是 這是對資金面比較不利的 就看今天外資的賣超 手比大還是不大 好 那加權指數 就從5月16號 因為廢半從5月15號開始 加權指數從5月16號 MAC這樣翻證開始 就從這段有沒有 就從這裡 就漲了一段 哎呦 老實不然還這樣 對 MAC今天第一天轉負 對不對 第一天轉負 負會不會變這樣 當然希望 他如果轉負還有一個 拉起來 KD勾起來 讓你跑了機會 所以 這樣說吧 即使他不是轉空的 他至少要進入整理 那指數進入整理怎麼辦 指數空間不大 上上下下 那個股表現為主 那個股怎麼看呢 個股當然按照我們的紀律 我們系統的操作模式 好 電子類股一樣 MAC第一天轉負對不對 他這裡 MAC翻證之後 一個多月 OTC也是 翻證之後 將近一個月差不多一個月 今天 三大指數 集中市場 OTC市場和電子類股 MAC都第一天轉負向 老實這樣子怎麼辦 這樣說我剛一直強調 最好的走勢他就是盤整 那既然盤整怎麼做盤整嘛盤整 低進高出低進高出 尤其是弱的 逢反彈 一定要在他賣方 這是 目前的盤勢 所以 你就鎖定我們的節目吧 這一波 誰從5月15號 5月16號跟各位說這波行情開始 那今天我又特別提醒大家 MACD轉負 指數要進入整理了 所以這個時候 你手上個股的多空強弱就更重要了 你當然要依照我們的方法 對的股票 抱他一段不對的或者他轉弱的 我們不可能賣在最高點 賣在轉弱點 買在起账點 那什麼是股票轉弱 我待會給各位看 所以要從贏家 很簡單 看對趨勢選對股票遵守紀律 你看 我們每天在大世界化裡面不是 提供一些各位的 提供股票嘛 比如說 最近12天的外頭本比 各位你知道 到放假那一天 就是上禮拜三 那時候的大盤收盤 漲幅這12天的漲幅是 將近3% 可是法安大買的漲20% 法安賣的跌5% 所以呢 你看到法安的籌碼 還是 一樣你可以買到強勢股 你可以避開弱勢股 可是我們這樣說吧 你有沒有軟體就照做就好看 紅保譬如說 法安買的這些股票有沒有訊號呢 那法安賣的我們系統有沒有訊號呢 那我們來看一下吧 對不對 最簡單嘛 法安買了5258紅保有沒有訊號 5258 有啊 這裡就有訊號啦 從這裡一路到這裡 紅保對不對 3027 盛達有沒有訊號 在這裡啊 3027 也有訊號啊 對不對 那我們看賣的呢 4977 賣的第一名 做空訊號 是不是 這是什麼 仲達KY 第2名呢 6245 立端空到這裡 有沒有看到 連熊市的2731 賣第3名的 熊市空好了 熊市這裡就平倉了 沒有買進了 我們沒有買進了 對不對 3-2743 最高點空到 2743 對不對 買在這裡空到這裡啦 所以 最簡單的方法是什麼 系統帶回去你就照做 強勢股你一樣可以買到 你看訊捷 對不對 華晴 華晶加登 這都很強呢 有沒有我們訊捷也還在啊 來 268 有沒有 華晶有沒有 華晶 3680 加登有沒有東西 對我訊號 6243 迅捷 我們這裡買到現在還在 所以 我剛不是說嗎 最簡單的方法 把系統帶回去 你看 我幫各位打造了一個專業操盤手的分享平台 你一定要加入 左邊是 Telegram的QR Code 右邊是 Lite8的QR Code 趕快成為我們的好朋友 那怎麼樣看到大世界話呢 很簡單 加入籌碼大社 Lite8然後點擊手機右上角的技術本 你就可以看到 我PO的K線圖 我們的大世界話 籌碼表格剛剛各位看到了 還有我們每天的節目 其實今天指數是回檔的 可是呢 一些我們的強勢股 尤其是 比較大型的股票 還真的蠻厲害的 連底部的像 等一下待會給哥哥看 我上 上禮拜那幾天都蓋牌哪一檔 我待會跟各位說 所以要成為贏家 標股怎麼找 透過量價籌碼 標股啟動了三大要件 不是指標交叉 絕對不止指標交叉 他必須透過量價籌碼打分數 我舉例來說 上禮拜不是跟各位說 這檔股票 爆大量拉回來 我們這裡買了對不對 上禮拜二 上禮拜三 他禮拜二是台播 6月20號台播 我們禮拜三還開牌 我說我這裡又買了 我們禮拜二買禮拜三還買 新會員救會員都在買 今天大盤跌還漲 跌 他盤中衝上去 在這裡的時候 老師 還有小賺要不要出 大盤看起來就賣 收盤變紅K 收盤變紅K了 對不對 這裡黑K啊 收盤變紅K 所以 他沒有平常序號 你就抱著 我們買在這裡 今天還小賺 為什麼看 看台播 你看 這個月台播成交快40萬張 各位你知道嗎 3月份 4月份 5月份 3個月加起來 加起來 不到30萬張 台播這裡一天的成交量 就超過3月份 整個月的成交量 所以這個 這個地方啊 這3月啊 這3月 這4月 這5月啊 3月4月2個月加起來 沒有兩天的成交量大 所以這裡為什麼送不上去 他要把這個地方換手 3月份4月份套牢的籌碼 這個地方換一下 換完之後就會上去 這我看法 因為 這個量真的蠻有趣的 在換這邊的手 我剛剛提到 6月份的成交量 超過 345 3個月加起來 底部的股票 你一定要找 爆大量的股票 台播上來 連大牛群創 群創今天也創新高呢 對不對 這裡出現訊號我在抖音還跟特別拿出來講 出現訊號那一天 我在節目也是啊 6月5號那天啊 我們會員也是6月5號啊 6月5號啊 出現訊號啊 對不對 你都不相信 19號他拉到漲停盤中 有沒有 賀漲停 19號漲停版 上禮拜二不下來嗎 上禮拜三 放假前 創新高 今天盤中還創新高 群創呢 還有哪一檔 大牛股大同啊 5月12號 跟我們會員分享 對 5月12號到 6月15號 雖然漲了蠻久 老是一個月了 對 22% 大同 22% 對不對 漲停版嘛 16號 衝高 看起來 我說大量 黑K要 高點要過 20號真的過了 上禮拜二 上禮拜三 再創新高 52.3 今天又創新高 54.3 大半間漲還跌 跌啊 所以 大牛股 包括大同 包括群創 包括1802的 台撥 都會 都在動 所以 這股票怎麼選出來 量價籌碼 量價籌碼 所以 籌碼才是永遠的 領先指標 今天還有檔股票漲停板 關係什麼 關係籌碼 這檔協議機啊 協議機當時我們說空單 這一天6月14號 空單增加全市場第一名 增加3000多張 總共是4000張 隔天他又漲停板 因為隔天 這天又增加了1928張 15號 他16號他又漲停 但是 從高掉下來了 他減了 融資 為什麼 他前一天漲停板 融券減少 所以他回來了 可是 各位 他 空單還是很多 你看喔 對不對 這兩天增加的融券 這天增加了 3300張 這天增加了1900張 這兩天增加的融券 請問有回來嗎 連這個缺口都沒補喔 所以即使你空在這一根漲停板 你還是賠錢 你還是賠錢 這兩天增加了超過 5000張 的融券 現在到昨天融券 總共是4078張 可是看 今天他直接開漲停 那這些看空怎麼辦 所以我說你不要逆勢操作 沒有平常訊號資金 我們是空什麼 空轉弱 買轉強 而不是 去拆高點的方式空 你拆高點的方式 當然有可能 你運氣不錯 拆到最高點 像這一天 你拆到高點 隔天下來了 你如果美股今天開漲停 糟糕 其實你空這一天 你還是賠錢 所以 不要逆勢操作 跟著我們 順勢操作 弱的股票你要做空可以 強的股票就一個方向做多不要亂做 所以要成為贏家 買對爆住買錯捨得 即使你空錯你也要捨得啦 今天你要空的空他都補不回來 對不對 所以要成為贏家 很簡單 跟著我們 買 對 爆住 你看秦城 8210 對不對 當時我說這爆大量 這竟然過了 5月25號 對不對 5月26號 我們5月25號發在軟體 5月26號帶著會員買 對不對 結果 漲上來囉 15% 其實最難的是什麼 就這裡 老師我買在這裡 這裡還賺20%要不要出 買了9幾塊 這邊110幾 差20塊錢 賺20塊錢要不要出 20塊錢也20幾%了 對不對 對不對 不出還好沒出衝上去了 好 更難的來了 128已經賺30幾塊錢 買了9幾塊 對不對 啊老師你看變這樣 要不要出 我老師現在還有賺20幾塊 要不要出 要不要出 所以最難的是什麼 買對爆住 129創新高 漲停板 對不對 第2根漲停 129來 141 174是收14 最高141.5 他又漲停板第3根停板 這裡看起來 好像該出對不對 這裡看起來好像漲不動 又漲停 151.5 57%了 4根停板了 151.5 163.5 除期4塊錢 還原權值 最高159.5 加上4塊錢 其實是163.5 69.4%了 今天 對 沒有創新高 可是強不強 其實他還是很強 所以 你買在這裡 能爆到這裡 利不厲害 其實追求的 除了 勝率之外 重點是 報酬率 一檔對的股票 真的扎扎實實 漲一大波 你 其實抵得了多少 你賠3%5% 停損掉的股票 一檔股票 7成了 對不對 7成了 70%了 還在喔 還在喔 所以這個才是重點 像華晴也是啊 華晴幾%了 這裡看起來不太會動 每天流上影線 開始變標股了 連三紅 誰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不是神 我不知道 但是 跟著我們一樣買起上點 報道現在是不是大賺 是啊 他也除權 他也除息 除息多少 他除息多少錢 他除息8塊錢 找到這裡 246.5 他除息8塊 最高246 他最高本來是238嘛 加上8塊錢是246 跟著佩喜啊 跟著佩喜 老師今天長黑怕什麼 跟剛剛的 秦城一樣 一根長黑就好想賣 因為你還賺很多錢 所以 你要成為一個贏家 你一定要有方法 對著標的 報他一段 三陽公也是啊 就說報到旺季不是嗎 不過我們今天三陽公也給各位看一下 你看 一段喔 這報大難黑黑隔天就過了對不對 報大難黑隔天過了之後 來兩根停板 從42塊 45塊2毛5 一直到99塊3 有沒有平常希望 沒有 天天在節目裡面分享 各位你報到這裡了嗎 所以重點 選對標的 你還要能夠 跟著他的趨勢 報他一個波段 對啦 最高將近120% 那今天呢 這是上禮拜三嘛對不對 放假前 我有提醒大家 因為他的支撐線一直在這裡混 哪一天跌破了 平常訊號就出來 今天破了 那今天破了 老師要怎麼辦 未來一兩天有反彈起來就把它賣掉 老師那你沒有賣了九幾塊最高點 賣了這裡只要90塊 80多塊不到90塊 90塊半的話 剛好一倍嘛 賣了89塊 也差不多一倍 你什麼股票 兩個月你能賺一倍 對不對 所以跟著節目的上 在節目上 你就買了這裡 今天 我節目說出現平常訊號 你明天把它賣掉 那也是賺爆了 不是嘛 只是 你有沒有跟著我們爆他一段 其實這個最難 真的比較難 金像電也是 爆了一段 那金像電呢 來 拉回來找買點 又衝上去 金像電最高 這邊143嘛 來最高144 148好 這個黑黑棒要不要出 他平常訊號之前就不出 對不對 老師那一是 你這裡沒數 他現在變成 139吧 變成139 其實 你要成為贏家 不是看每天的高低點 除非你是每天做短線 你是短線高手 吉拉賣掉 吉拉要買 急跌又買回來 如果真的那麼厲害 你的股票絕對爆不了一段 我說對不對 所以要成為贏家 除了 你要選對標的 跟著我們 就像我那會員說的 買股票真的不難 隨時都可以買 你買的邏輯 什麼邏輯都可以 但是 買到標股真的很難 對不對 那我們是不是 看起來蠻容易的 因為 我們透過量家籌碼 精算 最難的是什麼 標股抱得住 最難 這些股票 前面幾檔 是不是 都很標 對 所以 你要成為贏家 你看 這檔股票哪一檔 四星科 對不對 四星科 哪一檔 對 栗山四星科 群狀都同一列嗎 這四檔啊 是不是 是不是啊 對不對 來 四星科 從這裡 四星科 一根 兩根 衝上去了 從38提警會員的38會道線 來 老師今天這樣子 拉回來找買點 今天爆量 我認為49塊2還是會過的 這是我的看法 所以拉回來 除非 他出現轉弱的現象 什麼叫轉弱的現象 就是這條支撐線 未來過幾天 這條支撐線會上來 等他上來再看 支撐線 他到底破不破 剛就像金像電一樣 他破了我們就走人嘛 沒有破就抱著 你才可能扎扎實 賺一個波段 賺一個波段 但是 剛才最前面 我不是有給各位看過 真的有股票轉弱 還有做空訊號 對不對 反賣的股票 跟一波一樣 你看 是不是就過了 洗過這兩根大量 是不是比這裡大 這裡要換手 當然 他一定要有量 你看 經過這兩根大量 就變成這樣子 連立三 連立三 上禮拜放假前 還在創新高 今天平新高拉回來 請問平常情況出來沒有 你看這條線 他是不是 你剛買進去在這裡 破線的話 當然是停損 你等到漲了一段之後 這裡如果破線 你已經變停歷了 這樣懂了有沒有 這是移動停歷的概念 懂了吧 所以你才有可能 一檔股票爆到一段 然後他轉弱賣掉 什麼叫轉弱 破這條線叫轉弱 老師這條線現在很遠 過兩天他就會上去了 對不對 就在這裡 他過兩天又上來 過兩天又上來了 這就是移動停歷的概念 跟著我們一起 好的股票你才能撞到一個波段 那如果不對呢 不對你停損也不多嘛 對不對 一檔股票賺三成五成 七成八成一倍 有的股票賺三趴五趴 七趴 當然 你只要一檔 三趴五趴 你可以抵累了多少賺三趴五趴的股票 對不對 是不是十檔 我們的勝率有這麼低嗎 對所以 你只要勝率七成 哇真是賺爆 對不對 就像我說的 買十次對七次 還錯三次 一次 賺錢 賺十趴 賠錢如果也賠十趴的話 你還賺四十趴 對七次錯三次 如果對的賺不只10趴 賠不到10趴 你就賺爆掉了 這個就是 這個系統的概念 致富人家超班系統 就是這個概念 連神盾 6月8號 有沒有 19號漲停 20號再創新高 對不對 21號 111塊 23趴 這幾趟也蠻帥的 老是今天賣呢 今天不漂亮 不漂亮 你買在這裡沒差 對不對 當然我們不可能賣在最高點 但是你如果每天看盤 你可以短線出一半拉回來再買 做做價差但是不要全賣了 萬一全賣的話很多標股 你手上一張都沒有 可惜那就可惜了 那麼腐信還在啊 還在啊 我們做了一趟價差 對不對 對不對 我買了這裡 拉回來買的 對不對 拉回來 我買這裡 隔天衝上去了 底部完成衝上去 這裡我賣一半 對不對 這天我說 價差不夠沒有買回來 沒有買回來 老是今天 今天價差還是不太夠 我還沒買回來 我還沒買回來 因為買的夠低了 買這裡 對不對 所以他還是 過兩天他這條線會上來 我再看一看支撐的變化 就成為贏家 你一定要想辦法 這就是你的辦法 買對抱住買錯捨得 你才是市場的贏家怎麼做 跟著我們呢 像 如果 你是上班族你不能天天看盤 最簡單的方法把手機APP 帶著啦 對不對 當沖作案我就不介紹了 因為這個訊號跟我們致富人家超白系統 跟各位現在看到的訊號都一樣 都一樣 只是我們有當沖作案呢 可以幫各位找到 一找 大戶今天動作的股票 利用大戶比 我今天就不再介紹 我們就看我們的系統操作 因為 也不是 所有人每天都要盯盤 對不對 那操作其實很簡單 例如說喬威 這裡連續出現訊號之後呢 抱他一段 到底到哪裡 像今天有人在問 老師他最高來到這裡 38%對不對 老師這些有點危險 有沒有看到這條線 今天剛好點到這裡啦 今天剛好最低點來到直升 如果 如果未來幾天 他破了今天的低點 這條線破了 你就走人 你還是挺利呀 了解沒有 所以 他到底要漲到哪裡去 也不是我能決定 那是市場的共識 市場交易 抽合的結果 就像國際股市一樣 指數要進入整理 那 我也只能提醒大家 指數要進入整理 那也不是我希望呢 我當然希望他一直漲嘛 對不對 大家都嘛希望 可是 他 進入整理 我必須 盡到我的責任 我要提醒你 尤其是 個股的變化 因為有些股票真的轉弱了 就像你剛看到的 這個外投奔比 前15名 反賣的 真的有轉弱啊 那轉弱怎麼辦 轉弱就賣啊 對不對 那反而也在賣啊 對不對 所以 這是我的操作邏輯 叫做效率操作 我不是巴菲特 會員也不是 所以 他不可能一路 一路買股票 一路買 一路買 買三個月半年 我們的邏輯就是 買在哪裡 買在轉 因為 資金有時間價值 和機會成本 要買哪裡 要買起帳點才會有效率 有效率 對不對 看行程 這個放假前 69% 我們還在 我們還在 金箱電呢 還在啊 沒有平常訊號啊 華晴呢 還在啊 沒有平常 70%了 華晴70%了 對不對 也是蠻嚇人的 蠻驚人的 不要說蠻嚇人 蠻驚人的 連大同都45% 大同今天還創新高 大盤今天跌 大盤今天跌 所以來這張股票 其實我要等各位 我上個禮拜還說 他還沒回來一半 我還不太想買 真的回來了 對不對 盤整形態剛突破拉回來找買點 這個量衝上去 這個地方必須說要換手 換完了 突破了拉回 找買點 而且反 還積極的在買超 所以 好股票你要進入 也要找好了買點 就像 前兩天 上個禮拜不是揪各位 買 1802啊 對不對 買台波啊 那 台波是不是衝上去拉回來 他是爆量 拉回來我們 不是示範了嗎 我上禮拜三拉回買 上禮拜二拉回買 上禮拜 又回來 再買 因為剛好回到舊會員的 成本價 再回來買一次 所以新會員舊會員我們都有 今天衝上去了 大盤今天 小漲 漲沒有很多 盤總漲5% 盤總漲5%之後又拉回來 會說老師 有專業會出啊 大盤不好 就尾盤又拉起來 所以如果你每天看了短 盯著短線 哎呀看這裡沒有出啊 看這裡應該出一下 掉下來這裡應該買回來 忙死了 你想想看 每天這麼忙 每天盯著盤看 你真的有賺到大錢嗎 真正這樣賺到大錢 不是 每天盯盤看出來的 你是有一檔股票 扎扎實實抱一個波段 而累積出來的 就像我說的 勝率7成 做10次 賺7次賠3次 賺的每次賺10% 賠的每次賠10% 你還賺40% 如果 賺了7次 賺不止10% 賠不到10% 你就賺爆掉了 你看我們這些股票 很多股票的 三成五成七成 甚至有一倍 對不對 所以 這樣就能累積財富了 所以這檔股票還在等你 這檔股票我還在等你 我知道 你插的是一個操盤工具 你不是不努力 你只是看不懂 老是我不曉得多空 所以很簡單 操盤工具是什麼 支付銀行超盤系統 還有我們手機APP 你就跟著我們的訊號操作 操作 輕輕鬆鬆 跟著我們 輕鬆快樂 選標股 手機APP 你的選擇就有兩個 如果你是天天看盤的投資人 就要找標股 很簡單 把支付銀行超盤系統 或者 手機APP帶回去 而且我還在尾盤會提醒你們 那如果是上班族 退休族 你不能盯盤的 盤中及時 訊息帶到 好股票拉回出去 好能買點 第一時間帶各位進場 好朋友 拿起電話 立即撥打支付專線 從支付銀行 我們明天見 要隨時掌握操盤手的 籌碼強勢股 訂閱籌碼大師 官方YouTube頻道 掃描QR Code 加入LINE及Telegram 享受征服台股的勝利快感